所作娃娃达人洪翠玉小姐 以神像及八家匠娃娃文明 今日更以迷你版怀旧小吃摊 见证地方小吃文化 她说怀念儿时吃过的小吃 利用自己儿时的记忆 还原当时的摊位场景 目前已完成六摊 未来将继续创作 将传统小吃摊位呈现回味 肉丸的油锅里 热油海维维帽子泡 还有鹅仔面线 切拉米 卡拉底等传统小吃摊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真的怀旧古早味美食 每件作品都非常迷你 这都是靠一双脚手 慢慢拼凑而成的作品 像做这个龙子 我都觉得是你自己 平常我们看他中的东西 就是不去想像我说怀旧的 其实他的酱汁 都是用那个 不然我们说胶水 你把原料搅拌 他就是酱料 你如果说像他们的汤汁 我喜欢像去菜车挖宝 我看了一个东西 我都会去想 他们就会想 这个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 下去做 就是我 记得有收到 就做看看 住在早屯镇的红翠玉小姐 以手作娃娃文明 她怀念童年时的点心 小吃的滋味 但这些摊子早已消失 她手中也无照片可以参考 便凭着记忆双手重现 几个月下来已经完成六个迷你路边摊 你如果吃过的东西 你如果吃过的东西 有一种怀祝的手工 我的想法是 我要做 你如果吃过的东西 现在都没有东西 做一个小吃的厨 那是我的 就是有一个想法 当李娃娃工作室主人 洪翠玉最出名的是 打造台湾特有公庙信仰文化 神匠娃娃 不但在北中南都有人订购 连日本与新加坡都有人下订 这是以台湾传统小吃摊为设计发想 打造民国五六十年代的小吃史